在中国斡旋下断交七年的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在北京签订协议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重设使馆 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外交突破 也借此让拜登政府了解中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表示 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 反映出世界不是只有乌克兰问题需要处理 那么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 因为伊斯兰派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关系 在叶蒙的内战背后是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代理人战争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美国欢迎任何可以降低紧张情势的发展 科比表示美国认为伊朗内部压力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嚇阻能力 让伊朗愿意进行谈判而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关系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为中东地缘政治版图 带来新局面包括对叶蒙内战的影响对伊朗核计划的影响另外还有以色列 伊朗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敌人 那么以色列希望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包括跟沙烏地阿拉伯关系正常化 但现在沙烏地阿拉伯向伊朗靠近对以色列当然会有影响 随着美国注意力转移到俄乌战争和印太地区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中国也展现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TVBS新闻黄松普丽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